我們苗栗縣 今日確診的病例 總共有45案 其中我們金岩案有44例 而這個外籍移工有28例 本國的有16例 那超豐案的部分 是這一例為本國籍的 目前確診的個案 以收治隔離中 所謂的移工的管理 在前幾天 因為金岩店還有超豐等 這些的大企業 內部移工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全線的移工 自今日起除了上下班時間 停止外出 上下班時間停止外出 身為所需要採買 都由移工宿舍管理人員 或專責的人員統一負責採買 第二個上下班統一 是由事業單位或仲介公司負責接受 這個部分千萬要拜託 事業單位還有仲介公司 一定要善心這個責任 不要讓自己的這個 外籍的移工自行前往公司 或者公司自行下班以後 沒有辦法掌控這個部分 會關係到我們的這個一個 不必要的移動 所以務必要負責來接受 第五個部分 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請 國軍部隊的化學兵 在明天也就是6月8號 9號 10號 三天來進行大清銷 前方我請了 我請到第一次 進行大清銷 長山 長山 弦 大清 長山 長山